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县长杨正武还有议长红颖点分别代表县府还有议会 致政金房部加菜金并祝福金房部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们金房部72周年的布局 即我们社团活动的成果长 那当然在这个后面这个表演的开始之前 还是要说一下我们金房部的严格 我们金房部是在民国38年的12月1日 由这个第12兵团的机干来主行而成的 当时的司令官是胡连将军 那成立至今跟我们金门县的百姓们 金门一家共同来守护这个金门 历经了五年头大姐 大二胆战役 九三炮战 八二三炮战 跟六一七炮战等官容的战役 这些都是我们先写先烈 用先写生命跟汗血 才能换得今日台海的安全 我们金房部的活力 还有给了我们无比热血沸腾的一种信心 所以从刚才整个活动一开始 揭开虚目开始 我觉得在场的每一个人 情绪都非常的高啊 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的弟兄们 斗志也都昂扬 从军队到军门来 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种系练跟精神啊 我们一直没有改变 过去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民防队 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们说是不是啊 现场预计有750人 坐满整个晴天厅 金房部的社团成果发表 也非常的精彩 请来的天政堂舞师 以及金房部的战鼓队来开场 接续是各联队 比拼对呼 叫喊声此起彼落非常的热闹 好的 你今天有没有办法 那些人说是整个晴天厅 一辈子 他在线上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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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棋营带来招牌的挖人操 是让台下其他单位的弟兄是自叹不如 金防部表示 这回步庆一系列活动从10月16号依序展开 项目包括有累球比赛 社团成果展 武艺竞赛 义工队表演 每位官兵是全力积极的参与 指挥官陈中文肯定官兵 平时在工作岗位认真负责 辛苦付出 藉由活动参与 让大家疏解平时压力 更是凝聚团队向心力